妈妈手术住院前夫送来一本存则 打开后看到余额 我抱头痛哭 你有没有对一件事情后悔过 却没有丝毫办法去弥补 那种不知所措真让人痛不欲生 然而都是我自己造的孽 我有一个爱我的丈夫和一个可爱的儿子 我的丈夫是个性格内向的老实人 话不多 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 但每年纪念日和情人节的时候 也会送我礼物 有时候是玫瑰花 有时候是我心意很久 没舍得买的东西 没什么心意 也不会让我感到不受重视 十年的婚姻让我生活过得平淡如水 几乎没有任何波澜 我以为我会这样一直平淡地过着 没想到一次意外打破了这种平淡 我和我的初恋在一场同学聚会上重逢 初恋依旧帅气 却带着颓废的气息 他告诉我他老婆婚内出轨 他带着儿子要和老婆离婚 为了离婚的事情焦头烂额 看着帅气依旧的初恋 我脑子里出现了当年 在学校和他相处的情景 我发现我居然对他于情未了 想为他分担苦恼 于是我们联系越来越频繁 终于有一次我突破了道德底线 和他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 自此以后 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 我以为这种地下情 不会有人知道 谁知最终还是被丈夫发现 丈夫决绝地和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近身出谷 儿子也被老公带走了 那时心中虽然思落 却满怀希望的想着和初恋在一起 谁知初恋和我挑明 在不久前 他已经和他妻子和好 以后也不会和我保持地下恋情 我同时被两个男人抛弃了 正当我陷入自愿自哀时 母亲旧病复发住院了 我独自一人带着母亲医院看病 想着以前妈有什么事情 都是老公在处理 而现在我只能自己扛 手里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 再过不久 别说给母亲看病 我自己的生活都有可能成问题 走投无路之下 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绝望的状态 希望能够得到别人帮助 可是在这样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谁会帮我 没想到前夫出现了 他给了我一本纯折 让我好好照顾母亲 我一看这张纯折里面 一共有十万块 我的眼泪刷了一下就下来了 我当初到底是脑子浸了多少水 才会选择出轨 才会离开这么好的丈夫 其实人生中的每一次相遇是天意 是命数 也是缘分注定 如果把缘分看得太浅 就会失去这段缘分 而把缘分看得太重 也许就会失去另一段缘分 只不过缘分过后 有时产生悔恨 抱怨 伤害 有时留下美好回忆和一生的思念